Hello, 大家好, 我是 Edgar 溫哥華電燈頭條又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是介紹一間性價比都頗高的townhouse 地點在8699 Williams Road 這個townhouse位置非常之中心,非常方便 對面就是Richmond一間名校 Hildred Moritz Secondary School 而旁邊就是South Arms Community Center 裏面的桌子是非常完善, 非常齊全的 附近還有Leigh & Manuventry小學 開車兩分鐘就去到Broadmore Village 那裏有Supermarket, Shopper Drug Smart, 銀行, 麵包店 那裏應有盡有的 好, 現在就和大家進去看看這間townhouse 這間駕駛門口的小花園就進入這間屋 來到客廳 為甚麼這間屋的面積呢? 是有1280呎, 是一個三房, 三個浴室的設計 來到這個客廳, 樓底有9呎, 非常舒服, 非常開揚 這裡轉過去, 有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哇, 你看, 三面桌面, 多好用 而上面還有很多收納的空間 這些是做了吊櫃, 非常實用 有一個這麼漂亮的廚房 我早上當然想我喝一杯漂亮的咖啡, 醒醒一醒 一般來說, 外面都喝到這些叫精柔的咖啡 今天我想為大家介紹一種叫French Press Coffee 在一般的店鋪都會買到這個叫French Press Coffee的Port 其實將咖啡豆磨了之後 在裡面就將咖啡用這個壓力壓下去 令咖啡的精華和裡面最漂亮的東西 會更加在咖啡出現 咖啡有什麼好處呢? 它裡面有一種叫做… Malphabritolum, 我也不知道怎麼讀 但這東西原來有防癌的功效 在這麼舒適的環境 如果早上能夠享受這麼漂亮的咖啡 相信我, 要Make Your Day 這個Townhouse是一個兩層的設計 我覺得它另一個特點 另一個好處, 正層就是它的車房 它的車房是一個Double Garage 以及是Side by Side 進來是特別容易拍 旁邊, 你要留意到電箱 如果你是駕駛電車的話 需要一個EV Charger的話 在這裡放進去是非常方便 非常快捷就能夠放進去 上樓上之前, 我再看一看這裡 它有正層的Powder Room 方便客人用 樓梯就放在廚房後面 令客廳有更大更寬佩的空間 好, 現在我們就上去上面看看 上去上面這層其實有三房的設計 還加上,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Open Area 這裡可以做到自己的工作室 又可以放在書桌 外面還有窗門 它的設計在這裡 除了後面看到兩個房間 還有一個浴室 浴室再過來這邊 這裡就是一個Wash and Dryer 旁邊還可以等到一些洗衣粉 清潔用品 在我身後面就是主人房 非常寬闊, 非常大 這裡放到King Size的床 完全沒有問題 外面還有一個很寧靜 很漂亮的環境 看到外面 是一個套房的設計 進去用浴室是很方便 這個房子我最喜歡就是這裡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Walking Closet 裡面的Organizer 全部都要預備好 一搬進來 已經立刻可以把衣服畫上去 搬進來這間屋 你看看 衣服真的可以整齊掛在這裡 我個人就很喜歡Organize 進來整齊齊 應該要Stay Organize 這間1280呎的Town House 開價現在是118萬 算下去其實不用1000元一呎 性價比的確不錯 很適合這個小型的家庭 或者是一個投資的客戶 想不想知道更多的資料呢 想不想知道的話 可以聯絡我 我是Ager 溫哥華的電話是 604-813-8311 香港的電話是 852-9163-8311 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溫哥華地產的資訊 可以加入我們的WhatsApp群組 希望大家可以Like Subscribe 和Share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